是很爱他们吗 怎么可以狠心上的两手 戴着口罩 双手上靠面对镜头不发抑郁 她就是痛下毒瘦 伤害亲手骨肉的丹妻妈妈 警方发现手臂上还留下抓痕 怀疑是孩子当时垂死真傻抵抗 同样被警方带上车 前后走在一起 则是嫌犯的闺蜜和闺蜜情夫 两人在案发前曾见过面 现在报书他们都有毒品前科 案情恐怕大逆转 警方怀疑小姐弟身前 恐怕遭两人喂毒 暂时以战刃身份进行征讯 家属孩子的干妈 重回事发现场招魂 慢事哀妻 警方调查单亲母亲疑似早有预谋 母亲姐当天深夜 就带着9岁的姐姐和6岁弟弟 住进新北市中和的汽车旅馆 隔天她闺蜜和闺蜜前夫 带饼干糖果来探访 姐弟俩还活蹦乱跳 不过担心母亲的情绪不太稳定 隔天早上竟亲手杀了子女 究竟是被亲手母亲给杀害 还是有共犯 闺蜜是否有下药 警方将调查 16号检方会同法医解剖离亲 这是因为这个照顾生命的家人 加之有这个长期失业 那在经济跟生活压力过大 案发现场梳妆台上 还留下孩子 签给妈妈的母亲节卡片 妈妈脸书上也都是满满儿女的照片 姐弟俩就读的学校 同学校方相当难过 亲友更是无法接受 记者杨忠胜对宣新北市报道